超短话不会剪 那这个视频给大家安排 视频有点长 耐心看完 没有点赞可以先点赞收藏 测区呢 我们采用一个斜向后取法片的方式 第一步呢 先设定长度 大概是在我们耳朵一半左右 测区呢 剪一个去除的原型 同时呢 剪完之后呢 能够得到收紧去量的一个效果 同时呢 也能够达到一个流向往后走的效果 左右两侧呢 我们采用相同的方式 斜向后取法片 二靠一 三靠二的方式 把这些多余的长度呢 全部给它做一个去除 好 修剪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接下来到后区的位置 后区以测区所修剪的长度呢 作为参考 在后部区域呢 剪一个圆形的去除技术 同时呢 也是去为了表现我们头发的一个碎感和收紧柔和的效果 角度呢 采用是90度 分线采用一个斜向后的分线 把这些多余的长度呢 全部给它做一个去除 结构也能够达到收紧 同时呢 角度也能够达到一个收紧的效果 这样子呢 在剪发的过程当中 更能够体现出我们想要的一些美感和视觉 同时呢 也能够达到去亮的一个效果 好 右侧修剪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接着来到我们的左侧 为了避免我们左右两侧剪完之后 层次高度不一样 或者是轻重不一样 我们在裁剪的时候呢 选择是从下往上梳理法片 这样子呢 能够更好的去控制左右两侧的对称度 同时呢 也能够更好的去裁剪 好 我们两侧呢 都是采用斜向后续法片的方式去修剪 那么修剪完成之后呢 中间的位置呢 会稍微有个脚 最后把它中和一下 把脚磨掉 能够让我们的结构更加的精准 好 上去头发呢 同样采用斜向后续法片的方式 将长度呢 设定在我们耳朵左右作为一个参考 那这一步呢 是为了去建立头发的一个重量 体现出饱满度 所以说我们采用的一个45度的堆积 体现出修饰头型的效果 那么这样子剪完之后呢 由于我剪的是平衔 它会比较硬 而且的话会出现一个硬线 那么上去头发呢 我会采用一个一点放射的方式 将上去的脚呢 去掉两到三厘米左右 同时呢 去增加我们整个头发的一个动感和层次空间 好 一点放射 把这些多余的长度呢 全部修剪完成 好 那侧去的位置呢 与后去的长度呢 去进行一个连接 角度呢 同样是控制水平地面的一个方式 把这些多余的长度呢 给它切掉 为了避免刘海的位置剪得过于的短 我们将所有头发全部带至侧面的位置进行修剪 而左右两侧呢 我们采用相同的方式 以后去的长度呢 把它进行一个前后的连接 将所有头发全部修剪完成 刘海的位置呢 可以适当先保留长度 因为最后的话 我们要去重新定义我们刘海的长度 同时呢 也为了去检查我们左右两侧的一个对称度 好 那么侧区修剪完成之后 我们接下来到刘海的位置 这一款刘海的话 我会设定到眼睛的位置 因为最后的话 我们需要去吹风造型 或者是去做烫泡 能够体现出更好的效果 好 修剪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从中心的位置取一个发片 进行一个前后连接层次设定导线 设定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采用一个数分发片的方式 进行上下前后的连接 那同时呢 多重连导线在修剪的时候呢 不会容易出现错误 更加精准一些 所有两侧相同的方式把这些头发修剪完成 好了 这款发型呢 我们就分享完成 没有点赞收藏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收藏 最后我们去看一下发型的成品吧